嗨朋友们好 我在这里哦 今天我们做冷面 有朋友问了说 你之前不是做过冷面吗 对呀 我之前做的是荞麦冷面 今天我们做的这个是 小麦面粉的冷面 我们开始弄了 我们用水先把面泡一下 会更软 姜 大蒜 黄瓜 香菜 我们可以冰一下 过滤水 焯一下水 最后我们用冰水再焯一遍 因为东北的冷面 比较标准的都是这样的 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把冷面 卷 卷的紧紧的 因为在家的时候吃冷面 都是喜欢用筷子挑开的这种 看 包的紧紧的就好 把冷面摆上 把我们的配菜摆上 我们的家庭版东北大冷面做好了 今天呢是白面调的 所以说看着颜色的话更漂亮一点哦 我们开始吃饭咯 这是麻辣鸡角 有一点麻的 嗨朋友们 我们的冷面现在开始吃了 要把这个挑开 东北人 特别是黑龙江人都知道这一点 冷面馆呢 它的冷面的话 都是扭得紧紧的 你打开的时候 吃的时候 要两个筷子 要这样分开就可以的 我也喜欢这种感觉 比较纠结 吃饭了 在网上买的这个汤料真的很不错 有一点酸很不错 先吃点原味的 等一下我们再放一点辣椒油 因为家庭版 所以说有一些东西没有那么全 请朋友们谅解 啊 放冰盘太爽了 太好吃了 大理面就要一大口一大口的吃 才过瘾 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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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一 我也是 加上这么远,能吃到这个味道,我真的已经很满足了。 想起了一句话,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句话。 说,圆归为什么可以画圆?因为他的脚在走,心不裂。 你为什么不能圆梦?因为心不动,脚不动。 人生也就如此。你想做的事情,如果你没有行动,你怎么向前走?你怎么实现自己的目标?我的目标就是,现在吃。 太美味了,感觉今天量有点少。 完美!完美! 完美!али! 好了,我们面就完了。 这个鸡脚有一点麻辣 今天这个鸡脚朋友们 我就不跟你们吃过了 我吃不下那么多 也不要浪费粮食 我们慢慢吃 慢慢品尝 慢慢享受 这才是人生 好了朋友们 今天我的冷面就做到这里了 有喜欢我的视频们 可以帮我点赞留言 朋友们拜拜